幸福克羅埃西亞第二天 現在所看到的是施若維尼亞的護城河 可以看到在整個 剛才看到的是四個那個嘴梗的部份 這個叫做愛情鎖 跟韓國的愛情所有成功一曲智慧 外面天氣非常非常冷 大概是零度上下 可以看到這就是整個 Dragon Friedrich 1848年到1888年 這是由弗里茲皇帝的時候所蓋的 在1848年到1848年他在位四十年 但他活了更久的部份 那也是在這個時間把基諾桥的部份 現在所示之的Dragon的部份 真正的被移在博物館 這個是複製品的部份 超醜的 飛龍橋 飛龍橋 連接新城跟舊城 三重橋 這邊一重二重三重 叫三重橋的部份 好 現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拜拜